江苏挖出神秘血关 棺木历经千年而不朽 宛如刚下葬一般 当专家们使用F光对整个棺果进行扫描时 里面竟然出现了一双诡异的眼睛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时间来到2018年 江苏常州某施工队在工地施工时 却意外挖出了一具红色棺木 于是施工队立即将此事上报给了当地文物局 当文物局赶到现场后 立即对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根据古墓形式来判断 这应该是一座来自于宋元时期的古墓 那么墓主人到底是谁 他又为何要把自己的光果染成红色呢 这其中到底蕴藏着怎样的玄机 由于现场不具备开关条件 于是工作人员决定将光果运回实验室 进行下一步的开关研究 当光果被运回到实验室时 专家们围绕着光果足足转了半个小时 愣是没找到开关的缝隙 这让专家们感到非常诧异 没有缝隙墓主人又是怎么钻进去的呢 带着种种迷惑 于是专家们决定使用X光 对整个光果进行了全方位扫描 结果发现了一双诡异的眼球 这把专家们吓得不轻 于是专家们再也坐不住了 经过一番商讨后 决定将其强行撬开 当光果被打开后 在场的所有专家们都傻眼了 里面竟然装着上千斤的光叶 当光叶被抽干后 本以为这是一个高等金墓葬 里面应该装满着许多陪葬品才对 可里面除了一堆淤泥和墓主人凌乱的海谷外 只发现了一些女性生活用品 此时专家们也非常纳闷 难道辛辛苦苦挖出的古墓又白忙活了一场 于是专家们带着失落的心情继续清理下去 当淤泥清理到一半时 在场的所有考古专家都激动了起来 因为他们在淤泥中发现了一根木簪 果然惊喜通常都会出现在后头 这也就意味着在淤泥中还隐藏着其他宝贝 此时专家们也带着激动的心情继续清理下去 紧接着又出现了五把木书和两把竹币 其中一把竹币上还刻着陪家造三个大字 除此之外 还清理出了六件金银首饰和一个龙泉洋梅花青瓷展 其研究价值极高 其中一个竹币上还刻有明庆寺东徐一郎几个大字 那么这位叫徐一郎的人到底是何许人影 难道这是一座小日子的木造 那它为何会出现在中国呢 为了查明真相 专家们还特意跑到当地图书馆里翻阅了大量书籍 最终才查明 原来明庆指的是金杭州城内的明庆寺 而东徐一郎则是明庆寺东边一个叫徐一郎的师傅 这些竹币也是他亲手做的 而竹币上面刻着的名字 也是徐一郎为了给自己的品牌做宣传而故意留下的 真想不到在一千多年前 古人就已经学会了给自己打广告了 这也超乎了所有现代人的意料 紧接着工作人员又在角落里发现了一块牌子 经过清理后才发现原来是一块木质名 上面还清晰记录了木主人的生平事迹 原来木主人是宋太祖第七世孙的老婆 去世年龄应该在35到60岁之间 但令专家们感到疑惑的是 木主人为什么要用宏观下葬呢 这很有可能是红色在我国古代代表着吉祥的象征 特别是在宋元时期最流行七色上红 这也有效地解释了木主人为什么要把光果染成红色的原因 而本次考古也给中国学术界带来了极大的研究价值 也让我们知道了中国古代也流行着许多社会风赏